从前,有一只叫做小兔子的动物,小兔子非常喜欢吃萝卜,它每天都要到菜园子里去寻找萝卜。 一天,小兔子来到了菜园子里,发现萝卜已经被其他动物们吃得干干净净了。 小兔子非常失望,它坐在地上哭了起来。 这时,一只小鸟飞了过来,看到小兔子伤心的样子,就问它发生了什么事情。 小兔子说,我最喜欢吃萝卜,可是菜园子里的萝卜都被吃光了,我再也找不到了。 小鸟听了,说,别难过,我可以帮助你找到更多的萝卜。 于是,小鸟带着小兔子飞到了一片新的菜园子里,里面有很多新鲜的萝卜。 小兔子非常高兴,感激地对小鸟说, 谢谢你,你真是我的好朋友。 从那天起,小兔子和小鸟成了好朋友,他们一起寻找美味的食物,并分享它们。 小兔子也明白了,只要有好朋友在身边,就不会感到孤单和失落。